中国阿良在主人搬离之后 他守在老宅不肯离去 每天晚上思念主人还会呜呜的叫 引起当地居民注意 而民权里的里长刘元良 他听到这个讯息 也和李明共同担负起喂养照顾责任 阿良收容阿良 畏畏佳话 天气寒冷 老狗阿良卷缩在化练市 清华桥一户民宅屋檐底下 附近有民众想任养他带他走 不过他还是跑回来了 因为他的屋主过世了 然后这只狗有很多里面要认养 可是都带不走 因为你一带走他马上回来原屋主 好像会等待他的主人回来的样子 哦 是哦 那你也曾经把他试着带去哪里吗 有啊 本来想说活动中心的前面有遮雨棚 他就不用怕遮雨 然后也有请人家做一个狗笼 那我看这个应该是没办法带过去 他就又跑回来 对 带过去又跑回来 哦 啊他在社区里面他会吵会闹会怎么样 可能偶尔会叫啊 想主人偶尔会叫 那还有所有的里民都非常喜欢他 也一直拜托我说不能把这只狗轻轻的带走 对 大家会共同爱护这只狗 所以现在变成大家轮流照顾了 对 像我昨天晚上1点半来 有看到里民在喂饰料 然后换水 我真的很感动 大家照顾常这样 对 所以他就变成社区大家共同在养的狗 对 目前暂时是这样 我希望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帮他找到更好的环境 老狗阿良不肯离去 晚上思念主人还会呜呜叫 附近居民心有不舍 拿来纸箱就不禁让狗遇寒 还有离居也送了狗饲料 以免阿良挨饿 里长刘云良表示 附近居民都很喜欢阿良 不希望他变成流浪狗 被清洁队抓走 目前是由里民共同来照顾喂养 不过还是希望可以为他找到更好的环境 而至于阿良是否有执晶片 也会请兽医师来看了才知道 并且了解他是不是有生病 希望未来可以给他治疗 这里会欢迎室报道 到时候